旅行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的人时间比较长 可以去世界各国 这个世界上旅行 有的人则是在台湾环岛旅游 这两位大学生呢 他们去年暑假搭火车自助旅行9天 跑遍了国内的知名景点 还拍出了一系列创意的趴地照 走到哪里就这边趴的 搞怪的样子呢 得了很多网友的好评 一张张景色优美的风景照 仔细一看 怎么都出现了两个脸部朝下 全身松软的男子出现在照片中呢 这一系列被称为趴地照的创意照片 搞怪足迹一路从高雄台中台北 绵延到花东地区 趴地的地点更是五花八门 从早餐店大马路上就连捷运站前也不放过 那一困难点就是在于说人很多 我们花了比较长时间去铺这张照片 可是会导致说人会挡住镜头 原来这两个搞怪哭嗓的男大生 是高雄第一科大摄影社的好友 趁着去年暑假搭火车环道 突发奇想利用趴地的方式记录9天的旅程 没想到独特的创意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实际请趴地少年 吴同学示范一次 从看紧 调相机 掌握时间 爬好定位 一步都不能马虎 吴同学表示拍趴地照 是希望把自己融入风景 呈现整体美感 用喜爱的摄影 记录热血的环岛旅程 中天新闻 陈生意 张欣 高雄报道